在温室里忙碌作业的是白菌营自然农场的主人柯胜耀 强调虽然这块地是地方重要的历史遗迹 但若荒废实在可惜 因此以父亲决议将其作为农地使用 以自然循环农法为主轴 生产健康无毒的各式农特成品 白菌营自然农场 它是以一个自然的循环农法来做一个作业 当然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域 它还是用温室 那温室它最主要就是说怕一些虫害进来 但是不代表完全没虫害 只是说它的量会比较少 我是从食品加工厂的厂长退休出来 因为在食品加工业里面 我们知道在食品加工的过程 会添加很多的一些添加物 当然要回归到我们人体使用的时候 当然我会想到最天然最自然的是最健康的 目前农场生产的作物 以高经济价值如节瓜 季节性小番茄草莓等为主要农作 并以会原制为主 期盼这里不仅作为自然农法生产基地 也能兼具教学场域功能 主要是说我们本身可以用到 朋友也可以用到 亲戚也可以用得到 当然对这种经营方式 有认同的一些消费者也可以用得到 那目前我农场的经营是以会员制 所以会员进来的时候 他相对就会认同 我也希望会员能够来到我的农场 看我的环境跟我的经营模式 他才会产生认同 柯胜要强调 近期政府都鼓励年轻人返乡从农 但随着时代进步以及食安意识抬头 思想及观念也要跟着改变 才会让屏洞农业越来越好 目前政府都希望说年轻人能够返乡 你反向你要让年轻人能够有一个 他愿意做的事情 他才愿意来 再来他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我里面的会员制 当然因为会认同这种产品 因为我们产品就是没有农药 比较健康相对于健康 所以认同的人他比较愿意用高价 来买我们的农产品 所以整个产量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价格高 所以它产值会比较好 科生要期盼将健康无毒的农产及生产理念给推广出去 同时他也很欢迎年轻人 踊跃来参观白军农场 用实际探访的方式 了解自然农法的独特与魅力 也能吸引更多志同稻荷的农友加入行列 听东西文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